大人 五年之期一晚 恭请大人回归万龙殿 恭请大人回归万龙殿 动起来吧 我隐居这几年 万龙殿可好 一切安好 可是大人何时何时 还不是时 殿手有余 你想要什么 卑职想在殿手这讨个差事 与南省照看邻家吧 南省执行官的位置 谢殿手自卫 站住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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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殿 什么 三手 坐牢 南省来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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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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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刁云竟敢叨扰大人钓鱼 你们快走 别牵连你们 哟 这还有个狗东西在钓鱼呢 这小子碰到咱们算他运气差 灭了他 他们是龙国第一次克组织 灭煞龙 此时因我而起 我来拦住他们 你们快逃 好 从来就没有人能够从我们夜煞楼手中逃出去 夜煞楼 你们楼主在我面前也不过土鸡娃狗之辈 不死 关楼尉 出炼 狂了 我夜煞楼四大复法 魔影血刀齐聚 足可以屠杀一方小国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有几个狗腿就以为自己无敌了 井底之蛙 无知呀 无知 漂亮小丑 在织守这天的大人物面前 还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 漂亮小丑 放肆 夜魔夜影夜雪 我们捡起上 杀了他们 我一个人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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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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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儿 上 好强的伸手 究竟是什么人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万龙殿殿手 陈玄 大人 公司护照处 放着地址出队 以后连工可不能怠慢了 身为我的弟子和护卫 我工不达标可不行 是 你安全吗 陈玄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从小一直长大的 谁忘了吗 以前我受过烧 丢失了一部分机 我是灵儿 龙灵 从小 你最喜欢和我一起玩了 你还跟我一起玩 要在家结婚呢 我不记得小时候的事 自从数十年前 你去了暗谷 我便再也没有留着教室 我确实丢失了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小时候真的认识 但你这个理由 已经有很多人找我用了 你可是我们遇到了 你83个说的这笔心没成长力 那还请哥哥 收下这块国主令 此令台可以让哥哥在龙国 获得诸多特权 拳当龙女 对哥哥的救命之人的感情 行行行 我先回家了 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呢 哪里走 帮我查一个人 南省 陈玄 晚上 我要他的所有资料 大人 这灵氏这几年 在您的暗中帮助下 发展得不错 是否可以告知齐宁 万龙殿店首的身份了 过来 万龙殿 作为龙国的超人组织 我不想让清雪有太大的压力 可是 如果一直不告诉她 你何时才能回回 当初清雪救我一命的时候 这一切早已属于她 在她继承店首之位的时候 她就会明白这一切 喂 陈玄 我是林清雪的弟弟林欢 现你十分钟之内赶到林氏集团 什么事 送我去林氏集团 清雪 怎么把鱼都带进来了 一口腥味真没素质 你不是着急打电话叫我来吗 怎么了 就是通知你医生 和姐姐离婚的事 协议在这 离婚 我怎么没听你姐说过 她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这我通知你 签个协议不就行了 我懒得跟你说 让林姐姐当面跟我说 姐姐在开会 没空打理你 天哪 赶紧滚 见不到林姐姐 我是不可能签的 我就不信她林清雪要跟我离婚 陈玄 姐 你看 不要胡叫蛮缠 我确实是要跟你离婚 为什么 这么多年林氏集团 一直是我一个人在撑着 一点都帮不上我 我很累你知道吗 清雪 从前我没向你坦白 今天我会告诉你真相 这五年一直是我在暗中帮林氏集团 那几十亿的订单也是我让人给你的 这五年一直是我在暗中帮林氏集团 那几十亿的订单也是我让人给你的 我跑业务的时候你在钓鱼 我签合同的时候你在钓鱼 我融资的时候你还在钓鱼 你从来都没有帮过我 现在还在这说大话 我对你很失望 清雪 你给我去地图 我会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够了 我不想听 现在吧 这卡里有一千万足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 一千万就想买断咱们这五年的感情 啊 一千万还不够啊 但凡你有一点让我看得上的地方 我都还会给你机会 清雪 我没想到这五年咱们有这么多五年 你要点点吧 就是 老老实实离婚 清雪是你能配得上的吗 这是我的家事 你来说什么嘴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一直胡叫门山不离婚 我看不过去说两句怎么了 你要是有一点能比得上秦少少指头 我倒不会考虑跟你离婚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比 我啊 好比条真龙 你不过就是个臭龙 有钱我说的假 刚刚上任南省执行官 玉熊都是我认命的 人家玉熊大人 可是混江龙的存在 南省无人不知啊 拿他的虎皮来扯大旗 你哪怕有一丁丁的羞耻心 都可以啊 我老能跟你们说 哼 还装上了啊 我爱慕斯 让玉熊立刻滚到临时集头来 就让我感到恶心 姐姐清雪 既然他迟迟不肯签协议的话 那要不咱们先去吃饭 清雪 答应我了 肯定给你准备个大大的警戏 清雪 我能理解出 你们是要去聚会吗 那这个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今天晚上 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清雪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来程执行官 扶你家龙语熊到 给他 没礼貌啊 大人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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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熊大人 我 秦家的秦阳啊 没想到您真的会来这儿 玉熊大人 怎么会来到我小小的临时集团 刚刚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不知道玉熊大人来我临时集团 所为何事 店手既然叫我照顾林家 那我一定得和林家打好关系了 是这样 明日便是我男手执行官的上任宴 特来邀请林总裁您来参加 这是邀请函 大人您 你呀 可是我们南省的商业新秀 如果明日宴会上没有你 那这宴会还有什么意思啊 谢谢大人上师 得赶紧去追上店手大人 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大人您慢走 行啊秦阳 没想到大人这么看重你呢 没想到 我已经走到这种大人物心里了 还不是因为我宝贝优秀吗 咱出来办庆祝一下 秦少请自重 您这是 抱歉秦少 我刚刚是为了让陈轩死心 才故意跟你亲密点的 嗯 穆斯 嗯 你说这林清雪 这五年的感情 你怎么说放下就放下 这林清雪如此不知好歹 不如安排一下 直接让林氏集团破产 你能让她一念入天堂 也能让她一念入地狱 再说吧 参见殿首 属下已将明日上任宴的邀请函 交予了林氏集团的总裁林清雪 谁让你给的 大人不是让我多关照林氏吗 刚刚又让我去了集团 难道不是因为这事吗 算了 反正也没什么大影响 那不知大人明日是否有空 来参加属下的上任典礼 难得你这么有心 明天我就去一趟了 谢殿首 属下现在就去通知南省所有的豪门世家 让他们明日公营大人在宴会上的降临 我说 你说明天的宴会上 郁熊这小子把我的身份曝光 把这离婚协议摔到他林清雪脸上 他会跪着求我别离婚吗 属下不止 但我很现在 这个是那个 然后这个是曹总 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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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次魂奸龙玉熊 可是邀请到了一个大人物啊 据说此人一言可定男人生死 背景实地深不可测啊 这个大人物还举办一场晚宴拍卖会 张总好 萧总好 这不是南省山叶新秀林清雪小姐吗 果然气质不凡啊 林清雪可是得到玉熊大人的重点关照 听说这次晚宴的邀请函 还是玉熊大人亲自交给她的 两位前辈说笑了 清雪还需要向两位前辈好好学习呢 后生可危啊 这不陈玄陈大少吗 姐 陈玄的精神病在那儿呢 试拍一下 好好 请别请别 你怎么昏进来了 我想想 别不是从下水道钻出来的吧 我就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 没有什么问题吧 哪来得给我滚哪去 别跟着暗眼一股子穷拴呀 今日过后 你秦家必在南省除名 吓我啊 好啊 你还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给你牛坏了的 陈玄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早就没可能了 有一说一啊 你这副舔狗的精神还真是令人感动 陈玄 你我之间的身份差距早已犹如鸿沟 如果你还有一点男人的尊严的话 就不要对我死缠烂打 我对你死缠烂打 林清雪 你未免有点太高估自己了 你要离婚我答应你 答应啊 答应太好了 那你赶紧把那个签了的离婚协议书拿出来 要不然啊 别人都还以为高估自己的人是你 你放心 等会儿典礼开始了 我自会把离婚协议给你 就是你 别到时候跪下来求我别理我 你不愿意就不愿意呗 找什么借口啊你 落里把宿了 我告诉你 赶紧都滚蛋了 要不然一会儿给你推打扔扔去 我再说一遍 是他英雄跪下来求我来这儿的 而你们这一个个人 在我眼里都是蝼蚁之辈 滚开 就你也配啊 你也不好好看一看啊 这人来人往的都是上百亿的大人物 谈的那都是国际名声 你 就连给这儿的人提醒都不配 还有点在这儿说大话呢 你笑死人了 我听你感到可悲 真想不通我这五年是怎么忍你的 当初要不是我出手 你们林家早已烟消云散了 你今天更没有资格踏进这个典礼半步 嗯好 你不是说有人请你来的吗 看看哪个座是你的 那少一个 嗯 我告诉你小姐 这每个座位都是带编号的 那是属于南省众事家的编号 根本就没有你的份 还是咱们情商厉害啊 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这个骗子 我再说一遍 滚队 哎哎哎 停了 那是你的位置吗 那这玉雄大人那快下来 快下来啊 快下来啊快下来啊 你找死别连累我们林家 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为我而射 哪来的古东西不知理数 竟然坐在玉雄大人的位置上 找死也不是这么一个招法 这玉雄大人外号混江龙 你这么做的话 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个神经病快给我下来了 要是追究到我们林家的话 你万死难辞 郭总 我陈玄做什么事情 还需要向你们解释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陈玄 你赶紧给我滚下来 要是让玉雄大人知道 我连个宴会都办不好 别人敢怎么看我秦家 秦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楼一家都罢了 陈玄 我林清雪 自认为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连离婚都是给你几千万的财产 等会玉雄大人怪罪下来 势必会牵连到我 雷霆之威下 我林家如何生存 林清雪 我再说一遍 就是他玉雄到我面前来 也得跪下来求我 如何动手伤我 更何况会牵扯到你们林家 狂口血儿 竟成口舌之力 秦安 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快向安保 打断他的栓腿 拖出去 免得玉雄大人怪罪 来人 先把他四肢给打断 挂在楼外市中 我要慢慢玩死他 中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玉雄大人此次出使 南省执行官 难道去和这任命书有关 难道他就是 玉雄大人口中的大任务 若不是我任命的 这南省执行官的位置 怎么会轮到他来做 够了陈玄 我林清雪从此跟你恩断义绝 行头陌路 你真的像个小丑 林清雪 你还真是有眼不识真笼 丢了这颇天的富贵 蒸蒸五年的感情 你什么身份我还不知道吗 还敢伪造任命书 你蠢成这样 真是给我抹黑 玉雄大人要是知道此事 怕这整个南省的高层 都会发生一场大地震吧 好 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 土鸡娃狗之辈 看看他玉雄是怎么跪在我面前 打电话通知玉雄 让他立刻来到宴会厅 要不然这南省执行官的位置 该换人了 还敢口出狂言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小心霍总口出啊 给他腿打断 让他知道他只配跪天 快快上 你秦家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口出狂言 你群蝼蚁还想触犯天威吗 慕思邪八方宗师拜见大人 起来吧 行走如踪 站立如龙 这陈玄身边的人 可不像是什么擅长啊 有如此气势的手下 这陈玄在南省为何如此积极无名 就是你们小汉龙天威吗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动手吗 怎么不向全呢 陈玄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帮小弟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你刚刚说之前从没见过他们 没错 姐姐和他结婚以来 我就没看过他跟这些人打过交道 懂了 花钱找人请的戏子 你穿这样cosplay呢 他找你花多少钱啊 不便宜吧 有趣 别我都不认识 你们南省世家也不过如此 玉熊 你这个执行官的上任宴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啊 吵死了 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大人放心 一定给你个交代 你要是找了我们店手的兴致 你这执行官怕是不想干了吧 是 大人 玉熊明白 你立马通知秦家家主秦天 火速赶往上任宴举行的酒店 马上任宴会给我静下来 处理好现场的事迹 是 另外楼林公主那边 马上也快到我们这儿了 您看还去准备什么 有气一壶茶吧 她来找我 无非就是想询问店手大人的真实人份 到时候我就堂赐她一下 去 你真以为你打个电话我们就能信啊 让你们相亲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在意你信不信 井底之蛙呀 哎 爸 明白 都听您的 小的 等死吧你 一会我父亲来了 挨个处理你们 好啊 等会你父亲跪在我面前的时候 借时我干你该如何自处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你 什么话都敢说 秦家主身为南省世家的顶级家主 您他都要下跪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现在都要下跪 自寻此路 口出宽言 将我们南省中世家的颜面至于何处 南省 积极一个弹丸之地 更何况你们这些所谓的南省世家 在我眼里有什么颜面 一群阴阴狂吠之徒 还敢在我们面前叫嚣 真是可笑 我告诉你啊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你们说的这些话 都是空中楼阁 丝毫没有半点之超 明白吧 牧师 我今天有点不开心了 你刚才不是说让你这些保安对我处置 别等你爸来了 就现在吧 要不等他来了 这件事情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怎么着 着急想死 那真是不好意思 毕竟我答应过我父亲 等他来了才行 他让我在这保持安静 若你还想让人动手的话 在此处吵吵闹闹 岂不是破坏这宴会厅 你们所说的话 我可全都录了下来 到时候我交给老秦 你们一个个都死无战胜之地 好啊 今天我就想看看我是怎么死无葬身之地的 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啊 哎呦 爸 你可算来了 你死 你再次吵吵闹闹的 爸 您打我做什么呀 打你做什么 刚才御庆大人跟我说有人在宴会闹事让我素来处理 你可知道在这宴会作乱是对御庆大人犯了大不敬之罪 我莫非真如陈玄所说秦谦是御庆派来的 先看看秦谦此事颇数迷离不急于断定 当然是打你目不时珠在这宴会厅对我大放厥词 对爸就是他此人大闹宴会 这有事了宴会整个体统啊 御庆大人只说让我来维持秩序 说切勿惊扰了一位大人 姓秦呢 这事是不是显而易见嘛 这帮南省世家的小崽子 扰乱了我们大人的兴致 所以御庆大人让你过来处理了 爸您别被他给骗了 他不过就是陈玄请来的妻子装强做事了 看来根源还是处在你们身上 你们当作何解释啊 解释 我陈玄做事情向来不跟任何人解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们大人跟你做解释 你们这是故意在这闹事的了 我看是玉熊没有跟你交代清楚吧 也让你们在我面前可以嚣张了 闭嘴 放开我而言明你是一戏子 少在我面前装神能归 看来玉熊请来的这帮人都是愚蠢如猪啊 真正的大人物就坐在你面前 你居然不识 叫你这脑子有何用 玉熊大人只说我来维持秩序 他可没说这个大人物也在这 哼果然如此 陈玄你和你的人在死扯虎皮做大旗 你就不怕真的大人物过来了 祝你九族吗 萧总你的意思是 陈玄一直借助大人物的名头 妄想在这宴会厅上伪装 到现在还是死戏白脸的 不就是想在林清雪面前 驳回的里面吗 他如今跟我没有太多关系 不要把我牵扯进来 就是 既然如此的话 那还跟他们废什么话 安某 站着干什么 在玉熊大人到来之前 把这两个废兔给我拿下 大人 还不错 都可以大人当初交道得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何不可 你们若是想针对不如一起上 这或许还有些胜算 粗鄙之人 我等皆是男神高层 怎么会做出动手这种下贱行为 不敢就是不敢 何必找借口 陈玄 这全废 觉得混了瞎子很了不起是吧 你问问这里的各位 出来混 哪个靠的不是实力和背景 嗯 今日 由我秦家带头 对陈玄下达绝杀令 绝杀令 诸位 我们可都是南省的顶级世家 岂能让他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这 要是这小子真和玉熊大人有关系怎么办 笑话 如果他真的有关系 那此前玉熊大人为何没透露半点消息呢 哼 这倒是 各位 这是玉熊大人为大人物准备的圣片 如果他知道被这个小子破坏了 怎必我不说 你们也都知道 这玉熊大人可是不好相处的 今日我们若不表态 这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啊 秦家说的对 锦上添花意雪中送炭呢 若不提前站队 我们日后还如何在玉熊大人面前抬起头来 我李家今天就替玉熊大人 教训这个不是天高地高的货色 我们南省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唠一唠的 今日我秦家与陈玄不死不休 日后必将挫骨扬灰 我肖家和群家一起诛杀陈玄 必让他死无丧生之地 我展示也是 南省辉煌集团同样如此 黄天草帽必将诛杀子流 皇神集团和周围共同战斗 神集团必同志 精彩 精彩 你当真不告诉我成学的位置和身份 公主说笑了 在下没有资格向您透露 陈玄大人的信息 我可是公主 我主比女 就这般身份 我不能让你告诉我 对着大人点头 在下不敢忘了 你 大人 因为已经出事了 前天似乎并未贫心 夜户上的事 那一位 对着 向你们去现场 公主啊 不好意思 适配一下 我还有事 来人 公主 去查一下玉熊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玉熊 怎么会这么着急呢 我不得不称赞 你们真的很有勇气 陈玄 我们众多世家都想要诛杀你 你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你们可以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们倒是没什么想说的 倒是你 有什么意义 赶紧写下来吧 穆斯 都记下了他们是谁了吗 都一一记下了 好 给引龙商会打电话 接我口语 今日南省众世家 目中无人 灭世王法 以权势押人 当一处万斤之刑 实行经济制裁 以事惩戒 名单会由穆斯亲自发送 若露成一人 当罪无可赦 诸位 你们可以好好想想 待会怎么求我了 狂了 你以为你打个电话 就能吓得了我们 如果你有这等实力 这南省的天 为什么能不能到你做主 下重不可与兵 嗯 不是说要经济制裁我们的吗 我看我家族的股票 一点都没有变化吗 小子 吹牛之前也打打草稿 一个要死的人 怎么吹嘘不都很正常吗 毕竟啊 他是被我们绝杀令下傻了 对 还有你 你说你这个女人跟她死了怪可惜的 你不如来过来跟着我 我会好好疼你的 哼 就你也配 且不说大人已经亲自给尹龙商会吩咐过了 就算是我 对付你们秦家 也是一如反掌 这么嚣张是吧 好 那么在绝杀令下达之前 如果你陈玄没有跪下来求我 我他妈就不向秦 你就这么着急弄死我 不急 我倒想听听从你口中说的经济制裁 是怎么样的 再看看你如何舒畅 别着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陈玄 陈玄 你闹够了吗 自从我提出离婚之后 你就跟得了失心疯一般 如此得罪南省世家 你是真不怕死吗 就是 你跪下吧 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认错 这样我临时还能为你求求情 兴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他们也配 以群蝼蚁而已 陈玄 你服软就这么难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了 林静玄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定行事 该跪下来求我的是他们 该追悔莫及的也将会是你 你还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南省执行官玉熊大人到 都谁呀 不要命了吗 敢在议会上闹事 陈玄 你完了 玉熊大人 在下秦家的秦阳 我想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我知道你秦家的小子 你说吧 这发生什么事了 玉熊大人 就是他 此人大闹宴会 有事的宴会整个体统 是啊 不仅对我们南省世家百般嘲讽 更是坐上了玉熊大人您的位置 简直不把玉熊大人您翻在眼里 这置我们南省世家的脸面于何处啊 是啊玉熊大人 依我看 不如调动南省的执法军 将他就地诛杀如何 有意思 玉熊大人 此间另有隐情 不如慢慢调查 你的意思是 还请玉熊大人将此人交给我们临时 进行审问调查 届时一定给大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玉熊大人不是也很看好我们临时吗 清雪 你这是 虽然我们的婚姻破碎已成定局 但是也有五年的感情 看在过去的份上 我觉得你虽然可恨 但是也罪不至死 所以我决定最后帮你一次 破这次死局 你能这么说 我还真挺意外的 林清雪 你也想跟着南省对面干什么 这就不劳秦少费心了 好 这么玩是吧 我看你临时也没有在这南省存在的必要了 玉熊 你来决定吧 你们可知陈玄大人的真实身份 玉熊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愚蠢至极 你们已经闯下了滔天祸事 你说什么 玉熊 待见大人 一群无脑莽腹 大人可是万龙 是我玉熊的恩人 你们对陈玄大人如此不敬 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下犯上 你们好大的胆子 难道说 这南省执行官的人民术是真的 难道我们珍汉走了眼 你现在信他 陈玄 你跟玉熊大人有这等关系 为何这钱从来不告知于我 我说过 你信过吗 你这个自大的女人 我看这次冒犯大人的南省众世家 已经没有在南省存在的必要了 不可啊 玉熊大人 我们南省千万百姓 所有衣食皆基于我们身上 我们也算是南省的半边天啊 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你们未免有点太高看自己了吧 都能死吧 从此以后 南省将断屋你们半点容身之地 您这话不对吧 执行官大人 你只不过是南省新上任的执行官 在南省还算不算有任何根基吧 这铁打的世家 流水的执行官 没有我们世家的支持 你认为你还能做这个土环地吗 牧师 距离通知尹龙商会过去多久了 四分钟了 诸位 还有一分钟 你们还有机会跪下来求我原谅 公主 查清楚了 玉熊是去往他的执行官上任宴解决麻烦去了 据说是宴会上有一名叫陈玄的 正在因为和自己妻子离婚的事儿 在闹事儿 陈玄 备车 我要去现场 是 什么一分钟 你别以为有着执行官替你撑腰你就赢了 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把识 我等合理之相 就算你是执行官大人也难以应付吧 愚蠢 大人已经给过你们最后机会了 你们还不珍惜 南省的世家 都是一群没脑子的猪吗 给我们机会 他的底牌不都亮完了吗 那不就是大人您吗 还有其他招数吗 你若想真正的掌控南省 除了与我们合作 别无他法 执行官大人 你到底是想要南省 还是想要一直维护这个陈玄 掌控南省 区区南省 在大人面前算个屁 要是能服侍在大人身边 十个南省我都不换 还有二十秒 诸位 既有他就没有我们南省 我相信在诸位的心里 早就有下了定论 执行官大人 我劝你不要不识抬取 请诸沙辰选此聊 诸沙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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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快 是你 没错 刚才不是说了吗 经济制裁名单上 恭喜你们都上榜了 陈玄 滚晓晓 怎么 现在开始着急了 不可能 我秦家怎会堕落于此 我秦家 纵红男省千万余赞 怎会是人之间 说谁那么多 不可能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这点打击 你都经不住啊 你一直 发什么疯 我秦家又不是去啊 别以为我秦家就是好孽子 别忘了后天的拍卖会 那才是我们的机会 大人 我肖家和秦家可不是一伙的 都是误会 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大人 我詹家也知错了 收回命令吧 我以后就是你那条狗 秦大人高抬贵手 都给我站起来 你们这群乱蛋 你们忘了后天的拍卖会了吗 那才是咱们的机会 秦家主 是失误者为俊杰 现在向大人认错了话 我们还有机会 什么事 可笑 一分钟前 你们尚有机会 但是现在 你们任何机会都没有了 大人 您如此对待男神高层 对您也没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是啦大人 现在这个社会 不就讲个和气身材吗 大人 可是我心里舒服 一群蝼蚁 就算把你们都踩在脚底下 那也是你们的荣幸 毁灭你们 与你们的意见何干 男神高层 算什么东西 你们这群太多 应该跟这个狗东西 占个不死不休才行 秦家主说得对呀 秦轩 到底瞒了我多少东西 妈 林秦轩 那是因为我不想 给你太大的压力 这离婚协议 我已经签好了 但我现在不能给你 今夜过后 我与你林秦雪 恩怨两清 再无瓜葛 算了 我林秦雪 说到做到 既然离婚已成定局 那无论结果怎么样 都不会后悔 好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 给我准备一份 和陈玄哥哥的见面礼 是 请问需要什么规格 无上限规格 请我龙凌卫 全力准备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后悔 记住你的这番话 宴会过后 还有晚宴资格拍卖会 去参加那场拍卖会吧 赢得晚宴的资格 我会将这离婚协议给你 还有你所未知的一切 都会告诉你 你 你还想拖着不成 拖什么 林秦雪 我们都到这种地步了 我还有什么可拖的 行 你最好别耍花招 大人 何许多问 你就在此地举办拍卖会吧 放言出去 一直未曾露面的万龙殿电手将会出面 我想让拍卖会更刺激一些 是 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大人物的拍卖会吗 接万龙殿电手之命 可以向你们公布身份 你们将要一同参加万龙殿电手的晚宴资格拍卖 万龙殿电手 爸 万龙殿电手可是万国的顶尖人物 甚至可以与国主并肩啊 书尉 都说了还有机会 知道如今你们想挽回家族集团的损失吗 老群 此话怎讲 你们这还不明白啊 玉雄和陈玄二人相互勾结 官商携手对我们做出卧挫的知识 使我们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如果届时我们去电手面前明言举报的话 那我们的损失不但能追得回来 而且也是取他们二人的头颅知识 果然英雄出少林啊 心少生的深人意 到时候我们联手禁拍 这男神断无他人有此资格 陈玄必将惨死 陈玄必处之 大人 既然已经决定和林清雪离婚了 为何还要举办这多次一举的拍卖会呢 我想看看林清雪面对这次拍卖会 下了多大的决心跟我离婚 毕竟这跟万龙殿电手共进晚宴的资格 不是那么轻易能获得的 大人高见 倘若这林清雪果真拿到了资格 当他得知您为电手的那一刻 定会追悔莫及 苦苦哀求 看来你也期待这戏剧性的一面 果真瞒不过大人 走吧 你也要的 陈正 我想看看这拍卖会有多刺激 有问题吗 希望不会有意外吧 会 你死定了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 等拥头的这场网线的资格 你就会发现你死的有多刺激 好 我顺目以待 玉城大人到 不用我过得介绍了吧 这就是万龙殿电手的晚宴资格 起拍价 零元 一百万 一百万打包要饭呢 一千万 两千万 五千万 林总 别费心思了 这场资格我们秦家拿定了 一点没得商量 和你商量 你有什么资格 靠林智吗 什么个东西啊你 等到今晚晚夜 我们向电手禀明此事 你必将为电手诛赏 电手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多了去了 电手可这何等旁人大物 吹口气就能取你们二人性命 传门电手在外面做事一项公平公正 他要知道你们两个相互勾结残害百姓这事 你会不会死得很惨啊 看来你真的很崇拜他呀 我们既是南省高层 在电手小夏也不过是尘埃 知名底 我承认之前是小看来的 你还能大到过一万龙殿电手吗 一个臭宝标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复巢之下 眼睛完软你没听过呀 等他拜王于电手面前你也逃不了 那我真的很期待你见到电手的那个 陈轩 无论是出于离婚协议的考虑 还是不让秦阳他们有机会在电手面前针对你 我都会拍下这个资格的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一次 一个亿 清雪 你对拍卖会的资格这么上心 是因为晚宴那份离婚协议吗 五个亿 我都说了林总 你赢不了的 中世家那么多联合 你拿什么和我斗啊 五个亿一次 五个亿两次 我申请拍卖会暂停 我临时申请资产验资 总议 垂死挣扎吧 大人 月穷大人 今燕资 人事资产总值是二十亿左右 燕资完毕 还卖继续 林清雪 你是否出嫁 二十亿 你有病吧林清雪 你非要跟我对于干是吗 我要怎么做 与你何干 清雪 为了那份协议 你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吗 不错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离开我吧 你说是 那就是吧 好 既然林清雪搭上了所有财产 那么我秦阳 代表南省纵世界 全部出资 秦阳你疯了吗 等见了电手大人 我们失去的一切一定能躲回来 何必在意这些细节 我告诉你小子 你死定了 我祝你成功 大人 五十亿 五十亿一次 五十亿两次 五十亿三次 成交 陈全 我尽力了 清雪 你放心吧 你去参加晚宴的时候 我自然会把离婚协议给你 到时候你就会有机会 你什么意思 去准备晚宴吧 我没想到你既然堵上 整个林氏集团 去获得那份离婚协议 你既然下定这么大的决心 我会成全你的 通知下去吧 就说电手对于林清雪 如此尽力参加竞拍也很好奇 给她一个无偿参加晚宴的资格吧 是 林清雪 电手对你很好奇 将无偿为你提供一个参加晚宴的资格 你拼了吗 我们可是大陆的所有的自材权获得呢 我反对 我反对林清雪也获得资格 你们这是在质疑电手吗 电手大人 我们怎么可能质疑电手呢 我们必须得要在电手面前有个好的印象 才能针对神雪 于兄弟 一切丁重电手的 敏公主 东海雪玉山湖一珠 九龄妙西丸一瓶 现金支票百亿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 陈清雪走 走 英雄 在 今日过后 南省的高官一一轻转 你想好怎么做 似乎今日过后 电手您与林氏将再无瓜葛 我是否还需要再着重照顾他 你自己看着办吧 南省高层代表欠阳 拜见电手大人 等会尽量帮陈清雪开拓吧 开餐前 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电手大人 我们要举报 玉雄和陈清雪二人官商勾结 残害百姓 侵吞百姓的财产 简直罪无可恕啊 是吗 细说这官商勾结 我倒挺感兴趣 电手大人 您有所不知啊 我们几个本事 踏踏实实的生意员 可谁曾经 遭遇那个陈清雪 那个小子的陷害 他勾结这个 玉雄身后的势力 侵吞我们的财山高达 高达七成啊 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啊 更别说我们男神的 父老乡亲嘛 都快让这个玉雄和陈璇 给逼死了 听你们这么说 陈璇此人当死 对 电手大人 都杀此人 我们没办法向百姓交代啊 就是 好 那我们就将陈璇此人 展力爵 以敬效尤 哎 电手大人 电手大人 此乃其阳等人无端污蔑 陈璇是无辜的 我以林氏做宝 林总 这饭啊 可以乱吃 话都不能乱讲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替陈璇开脱不少 你们林氏 刚才在金派会上 竞争如此激烈 不予想再次搬回一场 陈璇本来就是因为被你们针对 所以才进行的反击 你们才是无端做过的一方 笑话 我们这么多人 难不成还敢在电手大人面前瞎说 电手大人何等人物 我们若在电手大人面前诬告的话 就不是自行此路 对 言之有理啊 那你们说说 这个陈璇为什么要对你们坐卧多段 电手大人 我来我来 对不起 就是因为那个陈璇那个小子 他为了夺得林清雪的欢心 就把我们村民后 好让他成为南省的商业独裁 你说太可恨了他 陈璇和玉雄二人 蓝背为奸 想要利用林清雪 掌控整个南省 然后在我们的头上 作为作福 欺压百姓啊 对啊 听你们这么一说 这个陈璇确实罪恶至极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什么呀 你身为共犯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 还望电手大人替我们讨回公道 讨回我们的财产 并且江玉雄 林清雪 还有陈璇三人就地正法 电手大人 请电手大人明察 林清雪 你三番五字维护陈璇 你和她是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我也知道 我 我跟她 我 陈璇 欺压百姓罪恶至极 你们几个 刚才是要状告本电手吗 陈璇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就电手大人 你敢冒称电手大人 你又不怕中电九族吗 我是电手这个事实 就让你们这么难以接受吗 你耍我们 我们可是赌上所有资产 才能猜测这个玩意啊 秦阳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们怎么会和电手大人作对 秦阳 你不得好死 我还想让介绍大人 帮我们讨回这些资本 这才赌上最后的资本 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百年的积业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你还在眼对吧 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什么 这绝对不是什么 比让你们死更难受 是让你们一个个认清你们眼中瞧不起的底层 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感觉怎么样 让你们几个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陈璇 你藏得好深啊 我必杀你 不知死活 我告诉你 此仇我必让秦家后代灵迹 早晚弄死你 一群蝼蚁还妄想扳倒真龙 行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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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璇 你闹够了吗 现在只有你我二人 不用装了吧 我装什么了 其实我之前已经有点后悔跟你离婚了 枉我之前还那么维护呢 你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我怎么样啊 你在秦阳他们面前装电手 有意思吗 你跟玉熊他们一起造假做局晚宴 让秦阳他们施加破灭才是你的目的吧 林秦时 你似乎有点 我本就是电手 又何须弄虚作假呢 你假借电手的名义进行拍卖会 就不怕定手来追究吗 他这样的神仙人物 如果追究你这种漂亮小丑 你还有命火吗 笑话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有资格追究我 我不想跟你争辩 我不想跟你争辩 你不是问我后不后会跟你离婚吗 可是曾经还有一点 但是现在 我真的感觉无比庆幸 庆幸跟你结束了这段婚姻 林秦雪啊林秦雪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这么的自大 龙林公主到 陈玄自大 好久不见了 你这是 来 送上来我给陈玄哥哥的见面礼 东海雪一山湖一株 九龄妙性丸一瓶 现金支票百亿 陈玄哥哥可还满意啊 以后我的彩礼还会更丰富的 陈玄 他是谁 又是谁 你竟然找陈玄能找到这儿来 就不会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吧 听你这意思 你当时和陈玄哥哥的关系 很不一般呢 自我介绍一下 陈玄的前妻 南省林氏集团的总裁 林秦雪 家里略有脖子吧 那也只是前妻而已 管我身份做什么 反正现在陈玄哥哥 已经和你没什么关系了 我也是为你好 我今天才跟陈玄签了离婚协议 虽然不知道 你跟陈玄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但是 他应该没跟你说我的事吧 这算不算欺骗你的感情呢 与你何干 陈玄 就目前这种情况 你不解释一下吗 解释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林秦雪 你我的夫妻名分 早就在这一纸之约上 已经结束了 你是不是在跟我还没离婚的时候 就跟他好上 你管这么宽干嘛呀 怎么 陈玄哥哥的恋爱自由 现在需要你来管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我来 行了 重来重去有意思 陈玄 弟兄 我有些累了 哦 陈玄哥哥 你的礼物还没拿呢 你看 都怪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好 你不会去旅行 vens 跟我来 听沐司说 你最近做得很不错 杨幢电手大人给在下的执行总纲 属下只是照办法 继续努力 未来有你更高的发展舞台 大龙 可不要辜负电手对你的期望了 是 林军雪 陈轩 你知道林氏集团的年度汇总晚宴吧 我知道 自从我们离婚以后 你也分得了林氏集团的部分原始国份 晚宴制度要要求所有的国份参加 为了保证正常进行 行 我懂了 行 你放心吧 我只是走过过程 很快就好 好 我知道了 诸位 今天各位会计在这里 想必是知道等会该怎么做了 不就是把林军雪载出林氏集团吗 张总 王总 不得不说背靠林氏集团 是我们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林氏集团顺风又顺水 发展的特别迅速 现在又有大人物 愿意花高价钱 购买咱们这些高层手里的股份 咱们真是赚大了 林军雪就是我们的福星啊 来来来 各位 今天这一杯庆祝我们林氏集团更近了一步 你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林军雪啊 说说吧 给你多少钱 愿意把股份转让出来 卖股份 不可能 林氏集团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你们怎么突然说这个 实话告诉你 有大人物愿意出高价 收购我们手里的股份 条件就是要让创始人踢出去 这怪不得我们啊 天下兮兮皆为利赖 天下嚷嚷皆为利我 你要时尚点 赶紧把股份交出来 免得等会儿不体面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卖给你们的 那你就是给点不要脸 别怪我们不客气 哎呀 我倒想看看 你们是怎么样个不客气方 就你们这群人 还试图让林氢雪服软 没有林氢雪 哪有你们的今天 你们的良心 都被狗吃了吗 良心 良心 良心值几个钱啊 别说良心 有人出价 我连我老爸都能卖了 年轻人 你是不懂得什么叫钱了 看你这个意思 是有人开了高价 你们现在是要按他的吩咐 铁了心把我踢出去咯 那是自然 就你们这群人 还试图把林氢雪踢出 没了林氢雪 你们什么都不是 陈玄 你这个废物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趁现在大家高兴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不给你计较 狗吃不大 谁给你带有钱 要你管啊 你只需要知道 从今天开始 林氏集团就要改名字 你们是真觉得 我把你们这群人没办法吗 你一个废物 能把我们这些贵族高层 你哪有什么办法 别做梦了 行行吗 青年 就是不说别的 弄死你 都不需要张总出马 当我一通电话 就能让你在这世上消失 好好好 一会儿啊 你们这些人 别跪下来求我 穆斯 我让你立刻冻结 林氏集团除了林氢雪外 所有高层的所有资产 赞总 陈玄这废物 听起来挺有底气 不会有什么招式 等着咱们吧 他打个电话你就怕了 像他这种废物 给他打十个电话都没用 要不是林氢雪的话 他只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废物 也对 连林氢雪都拿我们没办法 何况陈玄这个废物 你们还真是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连玉雄大人都能跟陈玄有关系 说不定这陈玄真有办法 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啊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那我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小子笑死人了 说实话啊 他不进入演艺圈 真是可惜了 招什么急啊 让子弹飞一会儿 对对对 让子弹飞一会儿 区区一个废物 也想跟我们张总对抗 别说张总了 就我们这几个 把陈玄这玩意儿 拿捏得死死的 他除了口嗨 还会什么 陈玄 喂 我们的资产全部被 制法部门查封了 什么 什么 我们张家的资产都被冻结了 不是你问问 是不是 制法部门搞错了 不知道 制法部门什么都没说 全给我们冻结了 现在我们一分钱都提不出来 我们玩家的资产也全部冻结了 不 不可能 你是不是吓我的 完了 这回我们是真的全陷进去了 果然 陈玄 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都说了吗 就是把你们所有人的资产就冻结了 仅此而已 不可能 你这个肺部怎么能做到做事 世界毁灭了都不可能 事实上一雄变 刚才你们的电话不都告诉我 你们果真和我一样 死产全被冻结了 对 对啊 冻结了 是 好手段 陈玄 不过你以为你赢了 我告诉你 我上头有人 我管你上面有谁 在我面前都是土鸡娃狗之辈 张铁 我教你办的事 你办的怎么样了吗 大人 林清雪这个女人使阴照 我们就差一步 还请大人救我们啊 嗯 具体点 就是这个陈玄 林清雪养的废物小白脸 不知道使了什么阴照 把我们所有人的资产全部冻结了 还有这种事 大人 现在我们没有一分钱资金可以动用了 实在完成不了您给我们的任务 只有靠您来出手了 是啊 是啊 一群废物 教你们这点事都办不好 还要我亲自出马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你就是这群蛀虫背后的人 陈玄是吗 你拿来的勾搭呢 敢动我造的人 动就动了 一群蛀虫不拔 天理难容 他们失误呢 但是你有什么资格叫他们蛀虫 你一个吸着林清雪的废物小白脸 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是蛀虫 地群吃里扒外的东西 不是蛀虫是什么 愚蠢 你知道什么 他们也是帮我们白家做事 如果收了你们林氏集团 也是你们林氏集团的福星吧 白家 带我们收购了林氏集团 你们就是白家的一条狗 那时候的地位 你们可不是现在能比的 不错 白家可是帝都的顶级家族 特别是白家的家族白龙 可是白龙殿的统领 白龙殿可是当今龙国自高组织的分店 而里面的同龙身份地位至高无比 哪怕比这帝都的执政官也要强很多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白家呀 区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家族也敢在我面前吹嘘 小白脸说什么呢 我说白家区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家族 无知的废物 我想你对帝都的家族概念没有什么含义吧 不说别的啊 整个南省所有的家族加在一起 不过是白家手里把玩的小玩意而已 看看你这个不见世面的样子 果然是社会底层的废物 一无所知 你都不知道惹得何等的盘扰大物啊 陈玄 那可是白家 我对他们的恐怖势力也略有耳闻 我说了 白家区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家族 我贪指尖就可以灭掉 好好好 我看不给人家惩戒是不行了 白家军委 给我拿下此聊 严惩 一镜笑容 给我打断他的狗腿 给我打断他的狗腿 在你们动手前 你们可要考虑清楚 你怎么也停下来了 你们感觉都有一种心机感嘛 恐怕动手得出事啊 你们在做什么 打他呀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 在你们动手前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我 你们是否惹得起 一群废物 连陈玄 这个吃软饭的废物都不敢上 打他 陈玄既然这样就能让他们停住不前 大人实在有些不对劲啊 刚刚我有一种直觉 动手必死啊 是啊大人 我们正在沙场多年 从未胆怯过 此人一看就不对劲啊 你们这群白家的废物 是在白家待久了吗 动个手都喂手喂脚的 他们是一群窝囊的打头兵 但是我们白家真正的实力 可不止这么一点点 等着看吧 实力 现在的白家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去实力 你根本不懂 我们白家后辈的大人 你就等他扶手蹭蹭吧 是吗 自然如死 白家少爷 白小在此 少爷 他打我 我倒要看看 是谁 敢在我们白家头上动作 收购一个区区临时集团 这么久都没搞定 真狗窝囊 实在是 林青雪废物丈夫 太起手了 你呀 还是这么智能 若想达到目的 何须像你这么麻烦 有了权钱 什么事情达不到 已是压人都不会吗 陈轩 没想到白家少爷亲自来了 这下真麻烦了 麻烦 对我而言 不过是同样的 土鸡娃狗之辈 仅此而已 光在嘴上 嚣张有个屁用啊 你拿什么跟我们白家斗 除了钱财 势力背景 你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我何须拿得出手 我今天站在这里 就足以碾压你们白家 可笑至极 你的证据呢 拿出你的证据来 笑话 我陈轩什么时候碾压 你们这种小家族 还需要拿出证据 既然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的 你就别在这口海了 没有意义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来求我 我代表白家做主 原谅你今天的大不敬 是吗 那我可要告诉你 我这一跪你白家受不起 你可知他白龙也是我手下之臣 什么 狂逛之徒 你也敢如我兄长 说他是你的手下之臣 事实胜于雄辩 只是你们这些人眼界狭隘 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真是找死 我白家家主 白龙刚刚上任 新统领自卫 连身为我白家的人 都没有听说白龙大人 什么时候成为别人的手下 区区牙尖嘴利之徒 以为胡乱说一通 就能骗过我们不成 可笑 一可知 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给白家惹祸 是给他白龙惹灾 你是看临时集团 要被我们白家病入了 发疯了 说了一些三岁小孩子 才说的胡话 白总啊 要我说 咱不如快刀斩乱马 使用雷霆手段 火速收购临时集团 就是少爷 咱们不要和他们扯那么多 直接雷霆拿下临时集团 不用和他们讲那么多规矩 为白龙大人上任 献一道贺礼 二斗说的非常有道理 临时集团我可以不要 但是他们似乎好像真的要断我们下厮守 还是安全第一 你放心 他们不会 他们也不敢 你这个林清雪的废物前夫 也敢和我们这样说话 就算现在把你打杀了丢外面 也是会什么事都没有 我看谁在跟我陈玄哥哥 我看谁在跟我陈玄哥哥 我看是你不想要命了吧 龙灵殿下 您怎么来了 这临时集团和你没什么关系吗 我来这儿还需要向你禀报吗 陈玄哥哥在哪儿 我就会在哪儿 知道吗 敢以示压我陈玄哥哥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这他怎么会来此处 看起来白家的人对他 还有心有忌惮的样子 这陈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是个废物 敢诬蔑我陈玄哥哥 实话告诉你吧 陈玄哥哥就是我以后的如意郎君 义国驸马 明白了吗 你 你敢打我 打你要怎样 好 你给我等着 我哥白龙在这大龙国的地位 可忧于你 哥 我在陈石集团 被龙灵孤主无辜殴打 好 我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啊 统领白龙 他怎么可能 为这点小事来难受 如何不能 这陈石集团 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好啊 那我们就等白龙来 我要让你们看看 白龙他是如何在我面前 俯首称臣的 陈玄哥哥 白龙 赴金在我龙国 也算是顶端人物了 如果他真的来了 恐怕 对咱们也没什么好处 你担心什么 等他白龙来了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他会做什么 男人都这么爱在女生面前 死要面子 活受罪 真是的 他竟然贵为龙国公主 可又为何 倾心于陈玄呢 如今的林石集团 真是风云云蓝呀 不知道待会如何收场 你尽管可以放大话 等我哥白龙到 就会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世家权贵 世家权贵 不过是笑话罢了 我徒手一捏 你口中的世家权贵 就会化为烟消云散 你知道吗 就凭你 你身旁的龙龄殿下 或许会有资格权力 碾牙一些小型世家 跟我们白家 那是受了万龙殿电手的赏识 如日中天 就算龙龄公主也得赞必锋芒 你小子懂吗 万龙殿电手的赏识 曾几何时或许是 但是现在你说这话真的很可笑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白家 好 那我就不评价你们白家了 那就等他白龙亲自过来 灭了你们白家又如何 你 谁敢灭我白家 也不怕被我白家报复至死 哥 您终于来了 弟弟 你来南省做什么 究竟发生何事 为什么还会和龙龄等人发生冲突 哥 我来南省替您视察封信 发现黎氏集团作恶多端 愚肉弥香 他们安敢如此 哥 千真万确 我得知是和您一样愤怒 就想整一整 这黎氏集团的恶习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说呀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敢说吗 可是龙龄公主 和他们狼狈为奸 网图让我在南省暴毙 掩盖临时一段真相 是啊是啊 白龙大人 白小大人所言 句句为真 我们都可以作证 是啊大人 这临时集团勾结外敌 封锁我们所有人的私产 网图亲兵 我等小民无伦为力 只能任人宰割啊大人 还请白龙大人为我等做主 还请大人为我等做主 好 南省竟然发生此等恶性 我今天要是放任不管 这事件岂有公道可在 我势必诛杀临时集团 公道 诛杀 电手 说什么了哥 白龙 你要为了公道诛杀谁啊 白龙 你以后不必再抽我的名乎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朱贤实在不知 还请大人明示 哥 这干什么 闭嘴 白龙 你可知你白家现在如何 白家 白家不是好好的吗 他们前段时间还和我说去做慈善 会促进社会进步 他们也配 你可知他们口中的邻家仪式 真相是什么样吗 属下如今不止 白家颠倒是非 糊弄真相 指使这临时集团 一个个蛀虫 你强行吞购临时 吞并资产 欲谋私利 你白龙 可知罪 你胡说 哥 你可干心呢 我让你闭嘴 跪下 跪下 属下叫第五方 白家有罪 还请大人责罚 好 帝都白家 横性霸道 作恶夺端 当剥夺资产 百分之八十 一座成功 你白龙 可有意义 陈轩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何连白家也 大人可是 我是什么身份 还重要吗 可是 那你今天为何还要来帮我 就当我也是 林氏集团的股东 这个理由够了吧 白龙 陈轩 没想到我数年未归万龙殿 当初的帝都白家 也被腐蚀了这般风气 大人 属下院以死献罪 投并了 我命你立即回归万龙殿 带罪征战到至死方休 玉琼 万龙殿的回归典礼 就由你来办 我要重整这万龙殿的风气 扼杀到那些人 不该有的想法 滚 陈轩哥哥 陈轩哥哥 龙铃一猜 你就在外面等我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回家而已 陈轩哥哥 陈轩哥哥你等等我 连贵为公主的龙铃 都对陈轩无辞迷恋 难道当初真的是我错了 陈轩哥哥 好了 我说我根本跟你不认识 别打扰我钓鱼了 陈轩哥哥 我是来给你看样东西的 见了这个 应该会想起那部分丢失的回忆 陈轩哥哥 你想起来了吗 当初我得知 陈轩哥哥你被家族逐出 成为了众人口中的气哨 我便去瘦身寺 求下了这对玉佩 一枚归你 一枚归你 一枚归我 这样 在帝都的各大世家公子 就不会对你落井下石 可我未曾料到 宇文侯家的长子叶天宇 他因追求我不成 又见我与你走得亲近 便怀恨在心 处处针对你 后来 你便去了暗部 我一直以为 是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你离开了帝都 常年在边境征战 你走的那晚 我向你表明心意 你却说 让我再等等 等你回来的那天 再告诉我答案 陈轩哥哥 这次只有你能帮我了 现在家族逼婚 以我尚未婚配的理由 要将我强行许配 给现在的文成侯叶天宇 你婚 即使陈轩哥哥已经婚配过 但是我不在乎 我知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陈轩哥哥的心里 也会有诸多变化 陈轩哥哥 你就帮我一次 同我一起出席 此次龙家的宴会 帮我渡过这次难关 我知道 当初我在暗部失忆 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既然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陈轩哥哥真好 这只玉簪 是我龙家 众人皆知的定情信物 到时候 你在家宴上拿出来 他们便明白了 那陈轩哥哥 我先去准备些东西 此次当位龙林客 今时不同往日 还需给龙林 备一份重礼 喂 牧师 帮我备一份 千年份的 寒香天鱼酒 解释我有大用 龙林 陈轩哥哥 看来你等我很久了 我们龙家的族宴向来规格很高 我知道你没什么时间去准备礼物 所以都替你准备好了 不必了 我自己备了礼物 听我的 这可是龙文金丝瓶 上千年的文物呢 古时可是皇室专用 送礼呀 肯定是够了 好吧 呦 龙林 这不是当年的陈家气少陈轩吗 他怎么也来了 陈轩哥哥在哪 关你什么事 我的事好像还轮不到你来管吧 让我猜猜 你这次是为了应对家族逼婚 这才找来他冲倒你的伴侣吧 我说你是长蛇妇吗 话怎么这么多 我看你这是想攀附我们龙家 所以才混进我们的家族族宴吧 攀附权贵 你龙家还不配 龙林月 族宴快开始了 你在这儿费什么话 陈轩哥哥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里的人多 没事 走吧 慢着 这位置是谁都能坐的吗 二叔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今天是我们龙家家族的族宴 不是什么其他家族的气少参加的 二叔 你别太过分 陈轩是我带来的人 我就是给你面子 我才没有驱逐他 要不然你以为他能进我们龙家的大门吗 二叔 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朋友 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朋友 为老不尊 你就是这么对待宾客的 住口 有你说话 有你说话的份吗 要不是因为你 龙林起会现在还会昏陪吗 若我今天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怎么敢坐在我们龙家的位置 你好大的胆子 二叔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龙家往来的都是权贵 你一个被陈家驱逐出去的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坐我们龙家的位置 如果我没有这个资格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在这里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你是谁 怕不是今日来到了我龙家 被这些富丽堂皇的装饰晃花里眼 导致自己发了神经 老太君 这可是陈玄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呢 他可是花费了好大的心思啊 竟然是他 千年前皇室特供 老太君 陈玄 你难道还想向老太君邀功吗 刚刚我在外面可都看见了 这礼物是龙林塞给你的 竟如此是 没想到一个男人还要靠一个女人来为他准备礼物 男人之耻啊 陈玄 我看在陈家的份上 再问你一遍 你如实回答 还有什么可问的 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了 容不得他反驳 你看龙林不都沉默了吗 我 我有什么需要好辩解的 我本来就给老太君准备了礼物 这个瓶子不过是龙林强行塞给我 陈玄 事到如今 你还要强行解释什么呀 就你这样子 能准备什么像样的寿礼 我准备的寿礼 剩余你们这些人 加起来所有的救礼的万倍 陈玄 要发施心风可不是像你这样发的 就你也配 龙林 贵为我国公主 才准备了这龙文金丝瓶 大话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年轻人怎么就这么心浮气躁呢 老太君 等你见了我的寿礼 你就会知道其他寿礼跟他比起来 皆为浮云 就这 一个破瓶子 我瞅着也不像什么名贵瓷器 能有什么价值 你躲个屁呀 这有价值的是里面的千年寒香天鱼酒 你说的 可是那起死回生的寒香天鱼酒 陈玄哥哥 你怎么可能会有寒香天鱼酒 那可是世间至真至宝 据传这寒香天鱼酒乃是采用千年寒冰 结合万龙殿独一无二的天龙玉叶 通过殿手独有的九龙珍宴炼制而成 一滴入口百病全消 如若能多饮几杯 更有延年易寿之功效 哪怕肢体残缺都能够长出新的来 老太君 这里面有半斤的寒香天鱼酒 我皆全部赠于你 陈玄此言当真 我能拿您的术理开玩笑吗 想不到你陈玄竟真能拿出质宝 连我也遏制不住心动了 不是吧 你们难道还真信了陈玄此人的话 他说是寒香天鱼酒 就是寒香天鱼酒了 难道在我们龙家的族宴上 这小子还能骗我们不成 就是 除非他不要命了 竟敢拿这种事来欺骗我龙家 是当他自己有九条命不成 是因为我知道寒香天鱼酒在谁呢 所以陈玄此人的寒香天鱼酒 那你们可知道 我就是万龙殿电手 陈玄哥哥 你竟然是电手 陈玄你 我是电手这个事实 让你很难接受很惊讶 被吓到了吗 够了陈玄 你拿出这假冒伪劣的 寒香天鱼酒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冒充 万龙殿的电手 当真是狂妄至极 当你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 我希望你还能保持你这副强硬的嘴脸 穆斯 来一趟龙家 陈玄 你想冒充电手大人真是煞费苦心了 都学会扯上别人的大气 就凭一个 不知道从哪听来的穆斯大名 就想让我们相信呢 龙领 这就是你叫来参加家族族宴的陈玄 在我龙家如此行事 我龙家如今颜面何存 我看啊 你是年龄越大翅膀越硬了 敢在我们族宴上舞风弄雨了是吧 万龙殿统领白龙到 白家今日竟然如此热闹 本统领不请自来 物怪物怪 白头领说笑了 龙家能由白头领大驾光临 那才是蓬碧生辉啊 我刚刚听到龙家里面吵吵嚷嚷的 是发生什么事吗 白头领 龙家今天的景象让您见笑了 龙领这孩子 跟陈玄混在一起就学坏了 你们刚才是在讨论陈玄 是啊 陈玄和龙领混到我龙家族宴 屡次三番不给我龙家面子 等会儿我龙家也必将严惩他 你 你竟敢如此称呼陈玄大人 白龙 他们皆认为我在冒充殿首 你归为万龙殿的统领 你亲口告诉他们 我是谁 白龙拜见大人 起来吧 告诉他们万龙殿殿首是谁 自然是你 陈玄大人就是万龙殿殿首 一世之尊 你们这群人 竟然敢如此对陈玄大人不敬 简直是有眼无珠 幕侯二贯之辈 还妄想欺骗我龙汉 白龙 你可知道污蔑殿首大人是何等大罪 殿首是何等盖世人物 体是你一个小年轻可以冒出的吗 陈玄啊陈玄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那副小憋三的样子呀 叶天宇 你来这做什么 龙家似乎并没有邀请你啊 哦 是吗 龙麟不得对文成侯无礼 他乃是老夫邀请而来的 我们龙家为了你龙麟的婚配大事 特意在家族祖宴这么重要的时刻 邀请文成侯到场 你该对文成侯尊重一些 哎呀 你现在都成文成侯了 没错 谁让我是文成侯府上的嫡长子呢 世袭罔替 我如今的地位 已是你远不能比你 不管你是谁 在大人面前 都只不过是龙蚁罢的 他陈玄也配 在龙家家族祖宴这种大日子上 还用这种破瓶子来冒充寒香天宇酒 这等愚蠢之事 也只有你这种废物才干得出来 叶天宇 你胡说什么 陈玄哥哥的酒自然是真的 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嚣张 怎么没一点长进呢 如今我贵为文成侯 也该我嚣张 老太君 今日天雨 也有众礼向您赫上 是什么 含香酒 太君您看 老太君 您知道我一向中肯 自然不会像陈玄那样 用假货网成 含香酒 没错 你给我闭嘴 天雨这孩子的心意 岂是你能锁比的 老太君 行了 龙灵 你也别不识台举 今天 你也够了 老太君 您别跟他们直气 气坏了身子 划不来 好好好 我今天都听你的 天雨啊 此次祖宴 你也背了中礼 恐怕 没那么简单吧 这事啊 还真瞒不过老太君 您 如今 龙灵尚未婚费 戴子归忠 老太君 您看 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死心不改啊 你给我闭嘴 陈玄 这没你的事 我觉得 我挺适合龙灵的 我觉得此事不错 不论你的家事 还有性情 都是龙灵的上上之选 老太君 龙灵不愿意 林清雪 你来干嘛呀 我想来就来 你管我做什么 你已经和陈玄哥哥离婚了 请你别来烦他 离婚 你怎么知道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这俗话说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们之间的感情 可不是这么容易磨灭的 陈玄哥哥 只要你愿意 可以极客与我成婚 继承我父亲的国主之位 我没兴趣 陈玄 我们复婚吧 从前是我不懂事 但是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再重新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没兴趣 陈玄哥哥 成婚的事以后再说 你总不会拒绝 我陪你钓鱼吧 钓鱼 你还会钓鱼吗 我可不信一国公主 还会钓鱼 我不会 我可以和陈玄哥哥学呀 行了 吵来吵去有意思 我现在啊 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 陈玄哥哥 我现在啊 只是对钓鱼有兴趣 当然是龙鱼给我的了 这不可能 龙鱼再怎么布施大体 也断然不可能将此物于你 对这可是代表着龙家的敌脉身份 只有龙家人才能持有 若是外人持有 则代表那人将入主龙家 成为新的敌脉 这发展既然如此重要 龙鱼为何不事先告诉我 不是说只是一个定情信物吗 这支玉簪 确实是我给陈玄哥哥的 作为国主唯一的女儿 我的未来夫婿自然有资格 持有这支玉簪 龙鱼 这不是玩游戏 你不能开玩笑 谁开玩笑了 本来就是家族一直逼婚于我 如今 陈玄哥哥已然回归 我定是要将这支玉簪尽早教育他 平息我龙家的逼婚风波 至已至此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龙鱼 你也太草率了吧 不草率 我本就是龙鱼的良配 陈玄哥哥 老他君 我有一计 可让龙鱼回心转意 叶天宇 事到如今 你还来添什么乱 老太君 帝都之人众所皆知 龙鱼最终笑道 如果我用寒香酒 治好了您的双腿 然后再向他求婚 这样的话 他就不得不答应我的要求 毕竟是我 治好了您的双腿 你 你可真够天真的 先不说龙鱼答不答应你 就靠你这区区的寒香酒 也想治好老太君的腿 陈玄闭嘴 天宇 你当真对龙鱼如此上心 我对龙鱼的心意日月可见 还请老太君 按照我的方法一试 龙鱼 你也希望我的腿早早好起来吧 这是自然 天宇 按你的拔子来 好香浓的酒啊 老太君 喝了寒香酒 等您的双腿痊愈 再让龙鱼服软 叶天宇 你做梦 我都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了 太好了 老太君 竟然真的站起来了 这寒香酒 真的可以比你寒香天宇酒 龙鱼恐怕再也找不出借口 拒绝叶天宇了 果然不愧是门城侯啊 环环相扣啊 依我看呐 这陈玄和龙鱼 恐怕再也没有办法对抗叶天宇的求婚咯 这陈玄 终究还是比不过叶天宇啊 天宇啊 你这寒香酒 功效真的不错 我瘫了二十年这个腿 终于起死回生了 这都是晚辈的一点心意 老太君 恕我直言 你现在高兴的有点过早 我管你气血虚浮 单靠这甜香酒 根本无法痊愈你的腿 可是 陈玄 你莫非是在诅咒老太君不沉 我看他这废物 就是觉得攀附龙家的好事破灭 只能在口头上逞强 好给自己挽回点颜面吧 我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 骗你们吗 哎呀 怎么了 我的腿 老太君 不是陈玄不敬 倘若你真想治好自己的双腿 你只能靠刚才你打碎的这寒香添鱼酒了 老太君 我没事吧 我腿没有知觉 啊 又没知觉了 刚才跟他站得起来的 怎么又没知觉了 这寒香酒少了我的秘法制作 自然没有神奇的功效 刚刚能让您站起来 已经是十分的功效了 够了陈玄 到现在你还惦记着你那虚假的 寒香添鱼酒不成 刚刚揭穿了你冒充电手的身份 现在还用着酒来说事 是想刺激老身不成 老太君 万一陈玄哥哥真的是电手 你不试试那些残留的寒香天鱼酒 岂不知错过了痊愈的机会 对啊 只是刚才都被你打碎了 确实有些可惜啊 闭嘴陈玄 我看你就是再想刺激老太君一把 狼子野心实说可恶吗 你给我闭嘴 天鱼 你可有法子找到真正的寒香天鱼酒 老太君 你放心 我与电手啊 还有几分交情 说不定能搞到 你以我有交情 我怎么不知道 还个字冒充电手 你在找死吗 算算时间 慕斯应该快到复了 哼 还在惦记着慕斯 你以为你打了个假电话 就真能叫来慕斯给你作证吗 假电话 我希望等会慕斯来的时候 你还能保持你这副嘴脸 我相信陈玄哥哥 他就是电手 到现在你还一意不行 就是 老太君 我看龙灵被陈玄此聊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给蒙骗了 依我所见 要立刻把他们两个分开 至于玉簪 我会想办法从他手中搞的 不好意思 我背着玉簪背后的意义 没什么兴趣 只是他龙灵当时交给我的时候 说是定情信物 我才接受 还在装算 你陈玄区区一个平民 怎么可能不贪恋我龙家背后的滔天权势 权势 我身为电手 我就是权势 没想到啊 陈家出了你陈玄这么一个浪荡子 龙灵 你还在他身边干什么 还不赶紧过来 老太君 我 龙灵 你不要让我不开心 还不赶紧过来 至于你跟陈玄的事 龙家还需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您说的从长计议 是将龙灵强行许配给叶天宇吧 难不成你还想阻止老身不成 晚龙业目思告 龙家各位 慕斯不请自来 在这儿有礼了 慕斯 慕斯竟然真的来了 陈玄那小 不是 真的是万龙殿店首 若果真如陈玄所说 龙家今日怕有大麻烦 我等何德何能 今日能亲眼目睹 万龙殿店首 龙家今日的家族祖宴 能让慕斯 你也到来 老太君此言诧异 我此次前来龙家 乃是殿首吩咐的 殿首 陈玄 你当初的电话 慕斯拜见殿首 不知殿首召唤慕斯前来 所谓何事 望殿首民事 殿首谈理 陈玄哥哥 真的是殿首 慕斯 今日龙家这些人 一直在质疑我 万龙殿殿首的身份 是因为我隐居 这些年过于低调 都没有人认识我了吗 既有此事 龙家众人 事已至今 你们对我的身份 可还清楚 陈玄你 你们现在对我的身份 可有意义 老身有眼无珠 对殿首如此不敬 慕斯 对殿首不敬 该怎么处置 依律法 应当施以帐行 以尽效尤 龙家今日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 帐行不远 甚至还便宜了他们 殿首大人 我们也不是有意的呀 殿首大人 请查问我们这一次吧 我们当真是不知道 您贵为殿首大人的 我们与龙铃 都是同源族人 还请殿首大人 看在龙铃的份上 不计较我们 今日的冒失吧 你们以后 还对龙铃为婚嫁 这件事情 议论纷纷吗 不敢不敢 龙铃能得您青睐 是他的福分的 龙铃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逼婚于你 陈玄哥哥 龙铃这辈子 只会信心于你 这件事情 过后再说吧 老太君 你现在还对我这 寒香天鱼酒 有意义吗 老师不敢 穆斯 娶寒香天鱼丸 赠予老太君 祝他恢复双腿 老太君 今天看在龙铃的面子上 你打碎了我这寒香天鱼酒 我仍然将这寒香天鱼丸 赠予你 这寒香天鱼丸 比寒香天鱼酒 更适合你现在的状况 他不仅能帮你恢复双腿 还能延寿十年 谢过电手大人 你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龙铃吧 龙铃 我以后再也不多罪你的事了 今天谢谢你了 老太君 其实龙铃也没帮上什么忙 这都是陈玄哥哥的功劳 陈玄 你 叶天宇 你不是贵为文成侯吗 怎么贪成这副药 区区侯爷 怎能与你相比 还算你有些见识 电 电手大人 您贵为电手 为什么连您的本家 陈家 都不知道您的身份呢 倘若陈家知道我的身份 便不会像今天这般案例 陈家只有陈老爷子 知道我的身份 他为人一向低调 从未对外宣传 原来如此 我错了 现在 你还要逼婚于龙铃吗 不敢不敢 我喝的喝能 能取上龙铃 你试图通过老太军 强行撮合你和龙铃 你啊你 是我 一想天干 这样吧 那我就 发配你到万龙殿 做一普通门将 镇守边关五年 你可有意 谢 谢过电手 白龙 你也不必 征战到至死方休了 今日你也算 戴罪立功了 待你斩敌万人时 变狗回帝都 白龙 谢过大人 龙铃 此事已了 我也算完成 我对你当初的承诺了 我先走了 沃斯 我们走 龙铃 还愣着干嘛 快追起 林七雪 你来干嘛呀 我想来就来 你管我做什么 你已经和陈玄哥哥离婚了 请你别来烦他 离婚 你怎么知道 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这俗话说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们之间的感情 可不是这么容易磨灭的 陈玄哥哥 只要你愿意 可以极客与我成婚 继承我父亲的国主之位 我没兴趣 陈玄 我们复婚吧 从前是我不懂事 但是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再重新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没兴趣 陈玄哥哥 成婚的事以后再说 你总不会拒绝 我陪你钓鱼吧 钓鱼 你还会钓鱼吗 我可不信一国公主 还会钓鱼 我不会 我可以和陈玄哥哥学呀 你 行了 吵来吵去有意思 我现在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 陈玄哥哥 我现在只是对钓鱼有兴趣 我心里